發表會選擇曾有三合適合公帝館裡面基盤 鼓勇歷史團成的鄉政意義 其中向提供公帝資金 請求翻了四十倍 台灣公帝發展歷史 竟有必要受到國界中心 日治時代開始 日本的發展紅茶道 這一個第二次的紅茶革命在瑞蘭發生 那整段歷史 整個紅茶的歷史完全沒有這一個紀錄 第一本完整紀錄紅茶百年來 在台灣發展歷史的切結 是這位退休老師也屬民 用了正正一段時間變社的完成 內容分作五大主題 由台灣紅茶起源 到比喊作台灣紅茶第二次革命的 雞治鄉紅茶進行過程 要有紅茶散業文化風貌 跟紅茶所包含的身份 還有地方文化都包括在來 尤其對到有台灣紅茶 故鄉美青的雞治鄉 竟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每一位的特殊有不三天 尤其我們二月添的紅茶是紅茶的故鄉 可以透過葉老師的文筆 跟我們的二月添的紅茶 還有再給它傳承 這本車賣了很好的月 我想會跟我們的二月添的紅茶 經過一種功課 若屬民之出 由雞治鄉大鄉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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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 到如今轉身國地消耗症紅茶普遍發展 雞治紅茶要騎我們台灣紅茶領土品牌地位 需要積極營造本身的紅茶特殊 台灣的紅茶整個發展 就是在這個奧斯革命以後 也是由雞治展開的 所以雞治鄉被稱為紅茶的故鄉 那因為紅茶已經發展到高山小業種 所以我認為說雞治基本上未來發展 應該是這一個紅茶應該要走向 比較精緻路線就是要有它自己的特色 要大家來做這才的結束 所以說你這個紅茶結束起來 你就是要發揮每一個人的特色 所以說因為我以前以前我就發覺說 有老師在說你的競爭者不是白人是自己的 台灣百年紅茶歷事申請選 選在雞治鄉既拜發表會 自然是看到雞治鄉是台灣紅茶故鄉的重要地位 雞治鄉來地隆 也期待就由這本車 帶來雞治紅茶行銷提供的富家效益 接著雞治鄉先採訪報道